透过不同的咒语 将持咒当作定课 对修行也是有帮助的 持生不同的咒语有不同的功德 初学者可以选择相应的咒语来持咒 乐才您助持建设法式开示 每个人都可以依相应的法门来持咒 刚开始学佛获取时间不太多 能够以咒入门更容易上手 如果你觉得时间没有那么长 可以读诵一部经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持这个灭地验真言 或者你觉得你在所修的一切的 这些散法功德当中 包括了你每天的诵经持咒礼佛拜灿 行持一切的所有的这些的散法的功德 我们可以把它集结起来 你就可以做一个 譬如说做一个总回向 做一个普共养 安依耶耶兰撒佛莫莱佛 安依耶耶兰 就可以用这个普共养的这个咒 来把它回归 那其实咒很多 有长有短 就看相应的应激而已 灭定业真言与地藏王菩萨的本愿相应 其根本的精神就是度尽众生 所以带着雷势恶业的众生 必须真诚忏悔竹恶业 勤修习佛智慧 众生有缘得闻真言 更应发愿广度一切的众生 才能够真正受此此咒 史方新闻贵文曲建议台中采访报导 编统建议台中采访报导 已经有点大事了